大家好 现在是11月25号 我们继续追踪王立强案 那么王立强重点披露的向心拱青夫妇 比台湾的地检署进行连夜的盘问 在凌晨2点的时候把他们两个人给释放 但是地检署做出了一个裁定 禁止他们两个人出海出境 一个是不能出境离开台湾 第二个不能出海 就是台湾的那些离岛都不能去 澎湖 金门绝对不能去 就只能在台湾岛内 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配合以后的调查 而且地检署认为他们肯定有犯罪的嫌疑 这个裁定也说明地检署 台湾当局目前掌握的证据材料 并不是足够的充分 因为这个是个大案 要掌握一个系列的案件 所有的证据 包括台湾他在香港了解的一些情况 台湾在香港的一些情报部门书记的情况 台湾还要到欧洲去书记很多的一些情报 这些综合起来 还有他们把历年来书记的情报 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 然后才会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来进行指控 那么他们两个人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是昨天的下午在桃园机场 比法务部的调查局就开始调查 一直调查到晚上的八点的时候 觉得这个案子应该移送到地检署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地检署就等于检察院 你到检察院就说明你的案子已经有犯罪的嫌疑 已经踏上了侦查起诉 最后审判这样一个诉讼过程了 是国家公诉的第一步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 他们有重大的犯罪的嫌疑 孙道地检署是晚上的九点 一直到凌晨五点 长达五个小时都在盘问 但是最后把他们给释放 释放出来的时候呢 两个人坐着黑色交车就离开了 他的两个律师呢 记着想问他们 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就说了个谢谢 那我们看呢 这个案子呢 确实是有犯罪的嫌疑 但是呢 证据不是太充足 目前来说呢 还处在调查阶段 我想呢 等各个方面的证据汇总起来呢 才能对他们采取一定的措施 目前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因为在岛内的话 他们呢 可能呢 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个 重量级的间谍的话 他们肯定会跟台湾当地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香港 要进行联系 因为他们要逃出去嘛 那他们现在的一举一顿呢 就处在台湾的各个部门的监控之中 说不定他们的马脚啊 就会露出来 那这条鱼呢 确实是大鱼 如果真的像王立强所指控的一样 他们是中国的军方 他们在香港的情报头子 如果把他们给抓住了 那这个大鱼呢 对台湾政府来说 也是如火指宝 起码呢 他可以跟中国政府呢 来交换人质 这是这个情报界最常用的 我抓了个大鱼 要换你们来抓我们的台湾人 我们知道 这几年抓的台湾人非常多 像人权人士 像李明哲 抓了已经判了 还有就是李孟局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热心 社会运动的人 给抓起来到现在也是杳无英雄 那其他的还是非常多的 包括那些什么 因为诈骗罪啊 中共随便给你乱安一个罪名呢 目前的话可能是成百上千的台湾人都比压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面 那实际上这条大鱼呢 其实跟中国政府就可以做个交易 所以呢 曾庸政府呢 绝对不应该把这条大鱼给放了 这是我想特别呼吁的 一定要认真对待这条大鱼 相信呢 龚青夫妇 他们肯定跟中国的军方是有关系的 跟情报是有关系的 他们这样频繁的去台湾呢 也不是这个偶然的 中共在台湾的这个情报工作呢 做的是非常的好 这些特务们呢也是非常的猖獗 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呢 我是今年8月14号 我跟台联党的很多的朋友 我们跑到就是香港驻台湾的一个办事处 实际上这个办事处本身也很可疑 我想呢 他也是中共呢 在台湾的主要的一个活动基地 间谍啊 各种资金的运作都在这个香港驻台湾的办事处 我们去那个地方去抗议 然后把五星红旗给撕毁 那一次呢 声势非常好的 那天下午啊 我就收到几个电话 有几个朋友 他就说 你赶快回美国 他说这里不安全 你搞得这么有名 肯定会出问题 我就没当回事 但是第二天呢 我们按照原计划 就是到自由广场 中正今年堂前 要进行斩首行动 就把习近平的像 给斩下来 这是国内刚逃到台湾的一个朋友要做的 我们就去参加 但是我们车啊 一出公司门 却就被后面的一个 黑色的轿车给撞了 那个黑色轿车下来的五六个都是刺青的一些大汉 然后那个台湾朋友就告诉我们 这肯定是这个统促党或者爱国同心会的 我们赶快打车撤 然后叫司机呢跟这些黑社会的大佬们去 教设 所以我们赶快打车呢 就到自由广场 一到自由广场就发现已经黑压压的一片人 十几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爱国同心会的 他们呢 全部是来冲着我自己一个人呢 来照相在我前面骚扰 后来我跟他们 把他们的手机推开 就基本上给打起来了 后来警察来把他们隔离出去 互相我们对骂 这些报道啊 在自由亚洲电台 还有台湾一些媒体都报道 你就看到 他们的行动是有计划 有组织的 他们看到我在 香港那个办事处前面 做了那个四回五星魂 这些支持这个反送中运动 恼羞承诺 就马上派人呢 就进行骚扰 幸亏警察在场啊 不然他们 好好的可能要教训我一下 那么这个例子就说明 在台湾的这个特务组织 他们行动呢 是一个是非常猖狂 再一个是有组织 有计划 有预谋 有统一的这个领导人的 所以现在呢 像相信那龚青呢 根据台湾的一些报道 他们比控的就是这个发展组织罪 就跟何汉廷啊 新党的那些青年军 他们比控的罪名啊 差不多 所以发展组织 统一的筹划 这个就是中共呢 在台湾长期经营的 一个路线 这个如果把 相信滚青复复给弄出来 然后顺藤抹刮 整个中国军方啊 在台湾的情报网 能够一网打尽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目前呢 这个调查的工作 肯定要花费时间 人力污力 那他们两个人呢 就待在台湾啊 然后长期的呢 配合台湾调查部门的调查 我觉得呢 现在地检署这样一个裁定呢 也是非常的正确的 另外我们看到 像新所在的中国创新公司 它连续发了三个公告 这三个公告呢 前天的发的是第一个公告 就是在外界盛传 相信啊 中国创新是间谍 间谍公司的时候 发出来进行辟谣 说他们不是间谍公司 相信也不是间谍 那么王立强呢 这个根本 大家都不认识他 他根本也不是 这个创新公司的员工 这是第一个通告 第二个通告 昨天发的 就是两个人 比抓起来的时候 比进行拦截调查的时候 他发出来说 这两个人呢 在台湾桃圆机场 受到法务部的调查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 请了台湾当地的律师 进行协助 那么第三个公告呢 就是今天发出来的 11月25号 说两个人呢 仍在台湾接受调查 落款呢 还是向新 看来这三个通告 发出来都是 征求了向新的意见 或者说向新呢 下令给发出来的 三个通告都表明了 就是说 他们是无辜的 而且他们完全是公司 不是跟政府 有任何的关系 尤其跟中国政府 没有任何关系 相信他们做的是 公司的一个行为 证明他们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正像我们讲的 实际上这个 中国创新这个公司 是非常奇怪的 他的这个股票 他的经营的谋事 他里面的人 他搞的这个 辅助青年的奖学金 他对这个香港 媒体的影响 对香港的这些媒体 大量的参股 这些模式啊 实际上让人非常的奇怪 我想呢 台湾的检调部门 目前重点呢 可能就要看一下 这个中国创新公司 他在台湾做的这些事情 做了哪些的媒体的投资 然后这个创新公司呢 向台湾社会 付送了多少钱 这个都是要花很长的 一个时间的 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台湾 检调部门 做的一个行为非常好 就把他们先留下来 一旦这两个人 离开了台湾 那他们就回到了 祖国的怀抱 那在香港啊 大陆他们肯定是 如鱼得水啊 游人有余的 我以为他们不会离开 香港没想到 他们还去台湾了 台湾接住是个大好事 他们绝对不会去澳洲 也不会去美国 他们知道去其他国家 非常危险 他们一不小心在台湾 或者是王立强爆料的时候 他们正好就在台湾 这样的话 对吧 那他们给 进行把他们 限制他们的行动 然后进行 马不停蹄的调查 我想最好 最后呢 他们的这些 所犯的事情呢 就会大白于天下 所以说 滚青 向心夫妇的调查 现在呢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对王立强本人的质疑呢 也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就看一下台湾检调部门 对向心滚青夫妇的调查 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会证明 王立强是真是假 但是现在目前 把这两个人呢 限制出境出海呢 已经呢 很说明了问题 但还没有彻底说明问题 说明两个人 有重大的嫌疑 也说明呢 王立强所言的那些东西呢 可能已经 基本的属实吧 但是呢 还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检验 还需要更多的事情来发生 最后证明 他说的那是真的 他是真的间谍 所以我们继续的来 拭目以待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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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